哈喽各位同学欢迎回来 我们今天来讲解的是 from 2 chapter 9 part 1 就是哈巴英文叫heat 华语叫热能 我们废话不多说自己来看下去 好我们先稍微简单介绍 什么是热能哈巴或者是heat 它就是一种 denaga energy 跟我们之前学过好几种 denaga energy 一样哦 比如说denaga kinetic 或者另外叫kinetic energy 或者是电流 denaga electric 或者是electric energy 所以同样热能也是属于一种 denaga一种energy 所有的denaga 不管哪一种都好 他们的si unit都是共同的 叫做joule 它的缩写是一个大号的j 这个要记得哦 然后热能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热能很喜欢从热的地方 传去温度比较低的地方 就是比较冷的地方啦 他都喜欢往冷的地方去 就好像我们人喜欢去吹冷风 喜欢去更丁highland 这样子 因为热能跟我们人一样 都是喜欢去冷的地方 从热的地方去冷的地方 所以好像你在家里开aircon 然后你的房间没有关门 你的妈咪就会讲aircon跑出去了 其实冷风是不会跑的 其实冷风是不会跑的 只有热 那个热风喜欢从热的地方 跑进去你的房间而已 所以你的房间会比较热 所以记得热能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有四个方式可以产生热能哦 第一个是透过电器 凡是可以煮菜的电器 比如说你的电子炉啦 那个热水器啦 饭锅都可以产生热能 OK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燃烧燃料 比如说我们烧木材 烧纸张 烧火材 都可以产生热能 那化学反应呢 就 嗯 比如说我们在实验室 乱乱餐东西 然后化学之间产生爆炸 产生热能 就像右上角一样 或者是通过我们摩擦任何东西 包括我们摩擦我们自己的手掌 或者是你的汽车的轮胎摩擦马路 都会产生热能 OK 这个听听就好啦 考试应该不太会问这一些 但是那个特点哦 Ternaga的热能 喜欢从 Mengalia Darikawasan Panas 和Kawasan Sergio 或者是Flow From Hotter Region to Colder Region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要记得这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 刚才有介绍过的 所有的Ternaga 所有的Energy SR unit 都是叫做Joe 是一个大号的J 然后呢 有三种因素可以影响热能 这三个因素要背起来 OK 这个可能考试会问 首先第一个是Gesim Bahan 或者是Mess of Material 我们From One 学过Gesim 或者英文叫Mess 华语叫做质量 OK 怎样解释呢 为什么Gesim Bahan Mess of Material 会影响到热能 比如说我们有两杯水哦 这样右边这样有两杯水 一杯是装半杯的 一杯是装满的 这两杯水我们同样都用一样大小的火去烧它十分钟 那十分钟之后呢 你觉得哪一杯水的温度比较高 OK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认同说是左边的水会温度比较高 为什么左边的水会比较高呢 虽然我们都很公平给它们一样大小的火烧一个十分钟 但是为什么两杯水的温度会不一样呢 就是因为它们两杯水有不同的Gesim 不同的Mess OK 所以接下来呢 Jernice Bahan Type of Material 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保温瓶是用钢做的 另外一个是用Plastic做的 那我们知道钢呢是一个比较可以细热的材料 然后Plastic呢是一个不好细热的材料 所以各种材料就会影响到它的热能 然后最后一个是Suhu Bahan 或是Temperature of Material 当然温度越高呢 你要再增加那一个就是一个温度已经很高的东西 你要再提高多一度 就是从可能从90度变成92度 你只要给它多一点热能就好了 OK 比起你要从一度一度的东西提高去10度 OK 你就要提供它更多的热能 OK 就是这个意思Suhu Bahan Temperature of Material 这三个点同学要把它背起来 考试可能会问 OK 我们这边稍微来看一下 Harvard heat Vs Suhu 或是Temperature 这一个我翻了好几本书 然后其实都没有看到考试会问这个 但是就听听一下 怎么知道老师会问这个呢 OK 所以他们两个来比较的话 Harvard heat 就是热能 它是一种bentot tenaga It's a form of energy 然后相反的temperature Suhu 它只是一个东西可以来帮助我们去分辨 它是冷的还是热的 然后它们冷的程度到哪里 热的程度到哪里 OK 所以Suhu Temperature 是一个Daja 个Barnassan 啊到个石油干 是一种程度 OK 来测量热跟冷 热跟冷 然后英文的话 Degree of Hottness 或Coldness 然后热能呢 它的特点是 它喜欢从热的地方流去冷的地方 它喜欢从热的地方 去Cameron Highland 去Gunting Highland OK Mangalia Darikawasan Barnass Flow from hot region to cold region 然后温度呢 当一个东西越热 然后这个温度就上升 当它东西越冷 那就瞎讲 讲废话 对不对 OK Meningkat Ababilia Depanasan Increase when heated Decrease when cool 然后热能的SI unit 叫Joe 刚才讲过了 温度的SI unit 是Kelvin 虽然说有一些地方会用Celsius 但是SI unit 是Kelvin OK 然后什么东西影响那一个热能 影响哈巴跟Hit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三样东西 Journey是Bahan Quantity Bahan 或是基辛Bahan 还有一个是Suhu OK 英文的话就是Type of Substance 然后Quantity of Substance 或你可以讲Mess of Substance 还有Temperature 那SuhuTemperature呢 什么东西影响它 就是Begandong Gepada Begarakan Jara Dalambahan Dalambahan Depends on Movement of Particle in Substance 这一句话指的是什么 它是讲说 根据 粒子的移动 就是粒子有没有移动 它移动快还是慢 就会影响到Suhu 影响到Temperature 怎样 就是到底在指什么呢 我们来看下一个图画 想象我们有两锅的水 一锅是在沸腾之后的水 一锅是普通温度的水 那我们就会看到沸腾的水 那个水我们就讲它在滚 你会看到很多泡泡 然后那个水感觉就是在滚来滚去滚来滚去 就是会一直动一直动 所以就是当水的粒子 水的Zara Zara 或者它的Particle 有受到热能的时候 这个水的Zara Zara Particle 它们就会慢慢提高它们的Kinetic Energy Tenaga Kinetic 它们的动力 所以它们就开始整动 所以随着温度上升 然后它就会整动的越快 所以就是这个意思 Begandong compared to Bergera Zara 然后相反的一杯普通温度的水 你就不会看到有任何的粒子在移动 就是Particle都不会动来动去 所以就是Depends on Movement of Particle and Substance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啦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 这边是稍微介绍给分度的同学知道 这个Princip 这个Princip 我会叫Princip Dian Tengangah Principal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 这是你们Farm 3 才会学到的东西 那边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Princip 这个Principal 所讲的是 人类没有办法去创造 能量 或者是摧毁能量 OK,就是说 没有什么好讲 但是人类没有办法创造 没有办法去摧毁 相反的能量呢 只会从一种形式换去另外一种形式而已 比如说我们有一辆风车 一个风车 然后风吹着风车的时候 那一个风车就会转 它转的话呢 就会产生Denaga Kinetic 或者是Kinetic Energy 所以随着这在转的时候呢 就会从Denaga Kinetic 英文叫Kinetic Energy 转换成电流 叫做Denaga Electric 或者是Electric Energy 那电流可能流到你家的电灯套 然后就会变成Jahaya Denaga Jahaya 或是Light Energy 这样 OK,然后Light Energy 它就会产生热能 变成Haba 变成Hit 这样 OK,所以Denaga Energy 只会从一种形式 换成另外一种形式 这样子而已 那经过我们解释这一段话之后 同学来想想看这一句 对不对 Object dengan Suhu yang sama Mombu niang yi quantity Haba yang sama Object with the same temperature Poses the same quantity of heat 是对还是不对呢 同学想想看 OK,我们来看答案 答案是不对的 OK 它自己是在指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有两杯水 又是同样这两杯水 我们假设左边那一杯水是1L 然后右边那一杯水是10L 我们给它同样的火 OK,同样大小的火 同样烧一个10分钟 那你觉得 我们也可以讨论过了吗 同样烧10分钟 同样大小的火 我们得到的结论是10分钟之后 比较少水的那一 比较少水的那一个杯 就会稳度比较高 OK,对不对 所以这两杯水呢 虽然说得到的quantity harbour 那个quantity of heat 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最后得出来的温度 却是不一样的 OK,由于 这就是因为 他们被那三个 热能可以被那三个东西给影响 就是 G-SIM 或者是Mess of Substance 然后还有另外两个 该我们背的 OK,所以主要是在研究这一点 好了,这个可能考试 会出在ABCD 然后我可能来问你说 以下哪一个句子是对 或者是不对的 这样子 然后这边又有两个题目 同样我们用回这两杯水 同样我们用同样大小的火 或少一个十分钟 来看题目问什么 Rights 遍 humans 这处是由 如果对 人家上 能ulations 我们3,2,1,我们来看答案 我们现在讨论A的 所以A的题目是讲说 首先我们看最上面那一个 那一行字 我没有把它写成英文 就是 就是他们同样大小的火 在燃烧它 这样子 那我们要来讨论的是 这一个他们所收到的 quantity of heat 是不是一样的 我们很明显知道答案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写说 quantity of heat 我觉得他们都是一样的 他们收到的一样 原因是因为我们提供他们的 也一样 就是我们提供它的是这样子 所以它收到的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解释 quantity of heat received by the water is the same because total amount of power supply is the same ok就是我们 supply它这样多 所以它receive的这样多 ok所以两个杯都收到一样的 ok就是被supply一样的 所以两个杯都吸收到一样多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B 好同学刚才看过题目了 现在我自己看一下题目 如果两个杯都被燃烧10分钟 然后我们要比较两个杯最后的稳度有多少 然后来解释我们的答案 ok所以一个杯是一l的水 另外一个杯是水l的水 燃烧10分钟之后 我们一定知道是那个一l的水一定是温度比较高的 ok所以我们写说 舒服矿的比卡A比较低级 比较舒服矿的比卡B ok英文是 temperature of water in Bicca A is higher than temperature of water in Bicca B 那为什么呢 这一 在这一个实验就是 在探讨 那个 Gsim Gsim of Bahan Gsim Bahan 或者是 Mass of Substance 也会不会影响到这个热能 ok就是这一点 所以为什么 我们就写说 因为Zumlah Harba yang diserupkan adalah sama maka大家 哦不是 Hawini 因为Isipadu Bicca A lebih kecil ok 它的Isipadu 它的容量比较少 但是它们 吸收一样多的 所以 虽然说吸收一样多的 那是因为它的 Bicca A的Isipadu 比较少 所以它的 上升的那个 舒服就会比较高 ok 所以 英文的话呢 就是 因为 Bicca A 比较少 所以 虽然说它们 total amount of heat that's absorbed is the same 所以 degree of heat in Bicca A is bigger 所以同学应该明白 我来讲什么啦 所以 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 那个英文 马来文的解释哦 你们的答案 可能 未必 一样 但是 只要有讲到说 那一个 Isipadu 那个Volume的差别 然后 有讲到说 那个 吸收的热能 是一样的 一样多的 然后 但是由于 那个Isipadu Volume的差别 导致它们 出来的温度 不一样 ok 同学 那些解释 就可以了 然后 我们进行下一个topic 就是叫传热 叫 Bengalurant Harbour 或者是 Heat Flow 然后 热能是可以传播的 通过固体 液体 气体 都可以来传播 我这边 不应该写空间 应该写气体 ok 热能可以通过 固体 液体的气体 来传播 那有三种方法 首先 ABC呢 A叫做Conduct C 英文叫Conduction 是当 通过固体 来传播 热能的时候 我们叫做 Conduct C 叫Conduction 然后B 就是Pert-O-Lakan 英文叫Convection 就是当 热能 透过 那个液体 或者是气体 来传播热能 就叫做Pert-O-Lakan 叫做Convection 那最后一个呢 是叫Sinaran 或者英文叫 Radiation 透过真空 来传播 什么是真空 我们等一下 再来解释 OK OK 所以传热的过程呢 它开始 直到几时结束 直到 两边都达到平衡的效果 才会结束 就是 比如说 你有 比如说 你有两个汤匙 一个汤匙 100度 另外一个汤匙 50度 然后你两个汤匙 碰在一起 它们之间 两个固体 就会互相传 那个温度 那它们会传到几时呢 就是当 一个100度 一个50度 所以它们两个 打到平衡这个时候 就是大概75度 它们就会停止 传播热能的 这样子 那传播 那传播热能呢 两者 温度差距越大的 热能传得越快 比如说 100度 一个汤匙 100度 一个汤匙 5度 OK 那这两个汤匙 传播速度 就会很快 因为它们两个 之间的差距很大 所以你又可以写 是马金 不沙 不 没吃 安 舒服 是马金 折迫 等 了 难 哈 吧 不 拉 故 the greater difference in temperature between two object the faster the heat flow take place OK 很简单 我们现在一个一个 来看 那三种方法 这三种方法的名字 同学都需要把它 背起来 首先 如果透过固体 来传温度 在传热能的话 叫做 Conduction 马来文 英文叫 Conduction OK 所以既然是 你需要透过固体来传 就是说 你需要接触到它 OK 所以就是 当接触 它的过程 就是这样 当你接触到 那个固体的时候 热能就会通过固体 从比较热的区域 传去 比较冷的区域 OK 所以老师问 你 你讲说 Conduction 要了 process mengalirkan pengalirkan pengaliran haba dari 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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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写 Purple gel 因为它是 透过固体来传播 Apabila 不伸多汗 一定要写 不伸多汗 因为如果你没有 碰到它 你没有接触 那跟热能 这样传 OK 一定要伸多 才可以传 英文的话 Conduction is a process of heat transfer from a hotter region to a colder region through solid OK 一定要写 solid 因为它是 专门 这个名字 Conduction 是专门 给固体而已 when in contact OK 一定要contact 才可以传播 那在这个 通过固体来传播呢 它是透过 那一个 就热的 是透过 Zara-Zara 还有particle 之间的枕洞 然后来把 那个热能 给互相传播 你就可以写 Haba Mongalia Malui Zara-Zara Bergata Yang Persentohan Andara Satussama Lain Heat is transferred through the vibrating particle they are in contact 就好像我们刚才 讲过两个汤匙 一个100度 一个5度 那这两个汤匙 碰在一起的时候呢 他们的粒子 他们的particle Zara-Zara 就会整动 那整动的过程中 就把那个热能 给互相传播 这样子 那左下角 是一个实验 这是一个考试 特别喜欢问的实验 他就有 他就讲说 他有一条 铁子 OK 那个铁子呢 上面 黏着五个图钉 那个五个图钉 是用蜡烛 递上去的 OK 用蜡烛 黏在那个铁上面的 然后同时 在那个铁 那一支铁的尾端 我们有 Bunson burner 在燃烧 那个铁端 那我们来看题目 请写出 你的观察 并且解释 OK 希腊都立 难得人干 Permelhardiananda Please try and explain observation OK 同学可以自己想一下 你接下来观察到 什么东西 OK 我们直接来看答案 好 所以 这个实验呢 这实验是在 测试 Conduction Conduction OK 为什么呢 是因为 他是透过铁子 来传播热能 所以铁子是固体吧 然后 透过固体来传播热能的 专有名词 Conduction 英文叫Conduction 那我们从中观察到什么 既然那个 那个图钉 是用蜡烛给 碾上去的 所以蜡烛会融化 但是我们要探讨的是 ABCDE 哪一个会先融化 然后掉下来 OK 所以这边下面也给你们看那一个成绩的 OK 就是左下角那个实验给你们看成绩的 Time taken to 4 A 5分钟 B 10分钟 C 15分钟 D 20分钟 E 25分钟 这样 所以我们的观察呢 就是 A会先掉下来 然后随着 B C D E 会一个一个掉下来 这样子 OK 这是我们的观察 那他刚才是有教我们解释嘛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但从图画我们看得到 由于 A是最靠近 那一个 热能的地方 本身本身是我们的热能嘛 A是最靠近它的地方 所以热能会从 呃 左边 往右边的方向传去 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热能会从 热的地方 传去 冷的地方 那最冷的地方 是不是最远离 热能的地方 就是我们的 E嘛 就是A B C D E 那个E的位置嘛 所以热能就会从 左边传去 右边 A 由于最靠近热能 所以 它就会先掉下来 然后就到 B C D E 所以把它写成句子的话 A先掉下来 然后随着 B C D E 然后 由于A是最靠近的 E是最远的 所以热能从 最靠近的 最热的地方 传去最冷的地方 然后英文的话 Time tag A for office Followed by Time tag B C D E This is because He is transferred from hot region to the cold region OK 刚才已经解释过了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好 我们刚才讲完 透过固体 现在我们来讲 透过液体 或是气体 OK 记得 液体或气体 它们的专有名词 都是一样的 马来文叫 Berolakan 英文叫 Convection 所以它的意识 大概跟固体 是一样的 就是 从热的地方 传去冷的地方 然后透过液体 或者是气体 来传 OK 把它翻译成 马来文的话 Berolakan 亚拉 Process Berolakan Habang Yabalaku Tari Kawasan Panas Kawasan Segyo Malui Tjaya Atal Yes Convection Is a process of heat transfer from hotter region to colder region through liquid Orgas 所以同学 可以发现到 说 它们的重点 就是这个defination 的重点 definacy的重点 就是在讲 Kawasan Panas Kawasan Segyo 然后透过什么东西 固体 还是液体 或者是气体 这样子 OK 所以很简单 我们刚才讲 如果是固体的话 固体 它们这个热能量传播 是透过 粒子之间的整动 OK Berolakan Zara Zara Berolakan 或者是 Vibration of particle 因为比如说 汤匙跟汤匙碰到了 那个粒子 就会产生 枕动 然后润的就传播 这样 那在液体跟气体呢 它们是透过 这一个 叫做 Arus Berolakan Convection Current 来传播 OK 不是透过枕动 是透过 这个叫做 Arus Berolakan 英文叫 Convection Current 那什么是 Arus Berolakan 什么是Convection Current 我们先来看 在 不管是液体 或者是气体 OK 不管是热的水 还是热的空气 反正热的东西 都喜欢往上走 因为它们比较轻 OK 热的东西 越热会膨胀 越冷会收缩 越热膨胀 就像气球一样 会膨胀往上走 OK 因为 膨胀之后 它们的质量 它们的Katum Bhattan 或者是Density 会比较低 OK 所以热的东西 就往上走 但冷的东西呢 冷的东西 因为它的质量 会变得比较重 OK 它的Katum Bhattan 它的Density 会变得比较重 所以它就会往下走 然后 我们来看图画 就是 图画的中间 有发现到一个 吐起来的东西 就是那个箭头的 往上指的箭头下面 有一个 深蓝色的东西 吐起来的 那个就是 热的来源 OK 所以那个地方 是最热的 同学要知道 所以既然那个地方 是最热的 所以那个地方的 周围的水呢 都是热的 热的水 就会膨胀 OK 就会 Mengbang 会Explain Explain 可以同学 可以看我右手边 那个四方形 Ayopanas Mengbang Dan Mengyadi Gurang Tumbad Lalu Night Attacks OK 热的水 会膨胀 会Mengbang 膨胀之后 它就质量变低 Gurang Tumbad OK 就会变成质量变低 就往上走 就Night Attacks 英文的话就是 Hotter Fluid Expense 膨胀了 Become Less Than 然后Rise 往上升 那往上升 之后呢 就是说 它就远离热能了 远离热能的话 就它的温度 会慢慢地下降 所以它就变冷了 然后 也不是这样子讲 就是它往上走嘛 OK 热的水会往上走 往上走的话 像那些冷的水 就会被推下去了 对不对 冷的水 就会往左右 被推下去 那被推下去的话呢 它就会接触到这个热的地方 它又重新被加热 它就从冷的水变成热的水了 OK 就这样子 一个循环 一个循环 OK 这个循环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漩涡这样子哦 所以这个东西呢 就叫做Arus Perorakan 叫Convection Current 这个名词同学要记得哦 所以这里的那一个同学需要专注的点呢 就是热的东西喜欢往上走 冷的东西喜欢往下走 这是你们要懂的东西 OK 如果说你在这一个假设说这是一个锅子好了 这个锅的水在加热 然后你把一个一张纸条 OK 这个Bing Color 我画在中间的纸条 你把它放在这个中间的话 你就丢在里面让它自己飘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说这一张纸 它是在有一个圆圈的形状 在飘来飘去飘来飘去 因为它跟着这些水的流动 OK 这个Arus Perorakan 这Convection Current 它跟着这一些水在流动 所以它的动作的形状呢 会是一个在转圆圈这样子 所以可以写说Bergara Sajara Mumbulat 或者是Moving In Cycle 另外就是水 那个水在转圆圈往上往下往下 好这样子 同样这是一个Experiment 这个有我们的课本没有啦 OK我有两个洞 其中一个洞呢 我就把臭臭的烟 Bump进去里面 然后在里面呢 其中一个洞口呢 我就加上蜡烛 那由于有蜡烛点火的地方 是比较热的 所以那里经过那边的空气呢 就会变成热的空气 那热的空气就喜欢往上走 因为它很膨胀 膨胀之后它就变成 格冬巴丹 Density比较低 它就往上走这样 好这时间你们课本没有啦 这时间让你们明白而已 好我们刚才讲过的 通过固体传播 叫Conduction 叫Conduction 透过液体 气体来传播 叫做Perolegan 叫Convection 那什么叫做真空传播 什么是真空 OK首先我们要知道 透过真空传播 叫Sinaran 叫Radiation 英文叫Radiation 真空呢它意思就是 所有没有空气的地方 叫做真空 OK真空的英文 马来文叫做Vacuum 就是指没有空气的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嘛 气体是我们所谓的空气 也就是气体 是有Particle 有ZaraZara的 所以呢真空没有空气 所以真空是没有Particle 没有ZaraZara 那没有ZaraZara的话 它就不是属于液体 不是属于气体 不是属于固体 它就叫做真空 OK所以 Apaka ituSinaran Sinaran 也就是 Perolegan 就是从一个热的来源 传播去给它的四周围 就是不需要任何一个 Midium 叫做空间 比如空间就指 我们的空气 或是液体 水是一个Midium 空气是一个Midium 它 就是说它 透过Vacuum 来传播 英文就是Radiation is a heat flow or transfer from one source of heat to its surrounding 就好像太阳 太阳是source of heat OK 然后它传播去 它 surrounding四周围 without any medium 意思是 它是透过Vacuum 来传播 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来传播呢 其实是透过 叫做Electromagnetic Golomban Electromagnetic 或英文叫Electromagnetic Wave 来传播 就不像固体 固体我们是讲说 透过ZaraZara Particle的枕洞嘛 然后相反的 那一个液体 气体呢 就是透过 那个好像漩涡 这样子的东西 那这一个呢 Sinarian Radiation 是透过 Electromagnetic 好 我们再进一步解释哦 透科学家 是怎样发现到 说热能 是可以 透过真空 来传播呢 要这样做的实验呢 就要讲去证明啦 首先你可以想象说一个很大的太阳 如果有一个太空人 飞过去的话 这太空人会不会被烧死 一定会被烧死的嘛 这样大的太阳 但是 但是科学家就会问说 那太空就没有 没有液体 没有气体 没有固体 那怎样传播那热能呢 但是还是会被烧死 我怎样嘞 所以他们就只能讲说 透过Vacuum 是可以传播这样的热能 这是他们得到的结论 真空 虽然说 没有Zara Zara 也没有particle 没有东西可以膨胀 没有东西可以收缩 没有东西可以传 就是可以透过真空来传 这是科学家得到的结论 OK 那所以呢 如果你把这个太阳跟太空人 当作是我们的手 跟一堆火柴 噶到口水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太阳 跟太空人 当作是一个 我们的手 跟那个火 这样子 我们当我们手 靠近火的时候呢 我们手会感觉到 那个热能 而且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就有一点 难解释 如果考试问你说 我有一堆的CAMFIRE 有一堆的火 然后我的手 这样子抽过去 我感觉到热能 请问这样子的方式 是属于什么 A. Conduction B. Perolakan Convection C. Sinaran Radiation 答案是 C. Sinaran Radiation OK 透过真空来传播 那你就会问我 对不对 老师 现在我的手在空气 是有空气的 为什么叫 透过真空呢 你讲真空 是没有空气的吗 所以 是不是你们就会问 这样的问题 所以真的啦 这个问题 我不懂得怎样解释 但是就为了方便 你们记得 不要被老师骗 你们就把你们的手 当作是太空人 把那一堆火 当作是太阳 这样大概同样的道理 出到这一题 问你什么方法 你就写Sinaran 写Radiation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就是这个题目 Bummi Bummi Manarimahaba Daripadamata Hari Manarui Sinaran Mengapa The earth received heat from the sun through radiation Why 他的题目是问 你说为什么 这个地球 从太阳吸收热能 这个过程 名字叫做Sinaran 叫做Radiation 而不是叫做Convection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 写Rong Antara Bummi DarMatahari Adala Dalam Keadahan Vacuum Di Dalam Vacuum Diada Zara Yang Boleh Memindahkan Haba Malui Kondaksi Atau Perolakan 英文 The space Between Earth And Sun Is a Vacuum There is No Particle That Can Transfer Heat Through Conduction And Convection 然后 Sir Rong Tat Tina Mindah Ber Ber Tina 然后我们现在讲陆风跟海风 陆风就是叫Bayu Darat 英文叫Land Breeze 海风叫Bayu Laos 英文叫Sea Breeze 我们现在讲冷风 不是讲 我们现在讲海风好了 海风是怎样产生的呢 那这位同学要一直记得 热的东西喜欢往上走 因为热它就膨胀 膨胀像气球一样往上走 那冷的东西就很重 它的Lumbatan density变很重 然后就会往下游 所以当中午的时候呢 同学要记得中午的时候 陆地的温度会比海更高 陆地是很热的 在中午的时候 由于陆地的温度很热呢 就是说陆地上的空气的温度会比较热 相反的海面上的空气就会比较轻 因此呢 你在中午的时候 你在陆地的话 你就会吹到很热的风 因为陆地的空气都是热的 海面都是冷风 那当 由于那一个陆地的热空气哦 就是热的嘛 所以它就膨胀了 膨胀了质量变形往上升 然后 海面上的空气呢 就由于比较重 因此就往下掉 这样子 这是当老师问你 请你解释 这个 海面上的海面上升 或者是 为什么 中午的时候 露地的空气比较热 你这样的解释啦 海面上升 英文就是 The air of the land surface expands and becomes less dense and rise upward While the cold air which is less dense Move from the sea surface to the land To replace air that rise upward 好 所以希望你们听得明白 主要还是在讲说 热风会往上走 OK 往上走是因为它膨胀 它猛跟棒 它expand 然后导致它变得 它的质量变低了 OK less dense 然后就往上升 相反的冷风呢 就比较重 OK 它 Gurang Tumpad 不是Gurang Tumpad 之前写错了 马来文的 之前我写错了 英文的我也写错 OK 不是 Udara sejoq Le bay Tumpad Cold air More dense OK 所以它就从海面上 就飘下来了这样子 所以呢 如果你要记得 哪里的温度比较高 哪里的温度比较低的话呢 你就记得为什么中午要出海 OK 因为海面 天上在中午冷风比较多 所以你就要出海去吹风 好 那如果晚上的话呢 到了晚上之后哦 那一个陆地上的温度会下降的比海面的更快 所以晚上的话在陆地的温度是比较冷的 OK 所以冷的话就是说陆地上的空气会更重 冷空气会更重 OK 所以冷空气就会飘到陆地上来 飘到陆地上来呢 然后在海面上的热空气就会往上升 OK 由于它们的质量啊 变轻变重啊这样子 OK 跟我刚才讲的一样 就是刚才讲的东西都倒转过来这样子啦 同学 可以自己停下来这个影片看一下刚才解释的 OK 因为跟上一个解释了一模一样 就是只是倒转而已啊 好 所以你要记得 为什么晚上要在海边八地 因为晚上全部冷风都在陆地上 所以我们要在陆地上吹海风 OK 就是这样子的意思 会方便大家去记得啦 好 我们现在差不多进入尾声来讨论 导热体跟绝热体 导热体呢叫做Conductor Harbar 英文叫Heat Conductor 那绝热体呢就是Bernabat Harbar Heat Insulator 导热体就是说 一个材料很容易去吸收热能 叫做导热体 既然它容易吸收热能 那它降温也很快 就好像我们的锅 因为我们煮饭菜的锅 很容易吸热才能够拿来煮饭嘛 当你煮好饭之后 你拿去蒸水一下 拿去用水冲一下 它就变冷了 OK 所以一个好的导热体 一个好的Conductor Hit Conductor Harbar Hit Conductor 它要容易变热 然后同时降温也要快 就好像我们的锅一样 拿来炒菜 容易就变热 然后用水冲一下 它就变冷了这样子 那我们导热体呢 有Example有 铁就好像我们的熨斗 上面是一块铁嘛 可以拿来烫衣服 水银呢叫Mercury OK 水银遇到热 它就对那一个温度很敏感 然后它遇到热的东西 很快就变热 但它遇到冷的话 很快就可以下降回来 跟你讲说这个很冷 然后铁跟铝呢 铁马来文叫 格鲁尼 英文叫 Adminium 英文的话 铁叫steel OK 所以铁是我们 拿来煮饭菜的那个锅子 都是用铁做的 OK 所以记得一个 好的导热体 容易变热 然后同时降温也要快 那我们现在来讲 绝热体 绝热体就是叫 Bernabat Hava 英文叫heat insulator 就是说它不容易 煸热 不容易吸收热能的 但是一旦它吸收热能 你要它降温下来 也是很慢的 OK 所以 好的导热体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特性 不容易吸收热能 但是一旦它吸热了 你要它降下来 是很难的 这样 OK 所以 所有的节热 多数的绝热体呢 都是叫 Bahan Bukan Logam Non-Metal Substance 就是 不属于金属的东西 OK 叫做Bahan Bukan Logam Non-Metal Substance 比如说木材 Plastic 玻璃 布 都属于这些 绝热体 好 比较简单 好 在我们结束前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大概讲问 这边是 然后第一题 同学自己看一下题目 然后我们来看答案 OK 3 2 1 我们来看答案 这边是答案是C 我给题目问说 以下ABCD哪一个是 热能透过 是我们可以拿来煮水的 热能的方法 OK 煮水 Mendita Iron Boy Water 就是说我们透过液体来传播热能 那透过液体传播热能 这个方式呢 叫做Bowlagan 叫convection 很直接的问题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实验 跟我们刚才看过的实验一样 同学自己把题目看一下 看一下 然后来回答问题 OK 我们3 2 1来看答案 同样这答案是 B OK 这同样 实验是在证明说 透过固体来传热 然后请问BQR水 掉的比较快 好 这个给我们在上一个slide 是有解释过的 答案是 P 先掉 然后 Q 再掉 然后最后是 R 踩掉 BQR这样 OK 很简单 好 接下来这一题 同学自己看一下题目回答 OK 我们3 2 1来看答案 OK 透过 太阳 传热来 地球 的过程 叫做Sinaran 英文叫radiation 因为他们是透过真空 透过Vacuum 来传播热能 刚才在slide里面的时候讲过 好 希望大家 今天这个影片对大家有帮助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很简单啦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